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 看到没有 大家有猜到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呢,就是三猪脚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个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猪脚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大,一个小,三猪的脚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一个生物啊 而且呢,这个呢 在新加坡本地只有我们老板有这样的料啊 只有我们老板有这样的料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啊 非常难得,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OK,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款呢,这个三猪脚呢 是由龙泡蓬啊 龙泡蓬是上帝 第一啊,头帮的头帮的这样的一个三猪牙 三猪牙啊 那么它是全部都是龙泡蓬大师傅 这样的一个手写的经文啊 给大家讲它这样的一个手写的经文 里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 能看见吧 里面呢,是有塞了108种的草药在里面啊 哇,真的谁一听到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强,非常够力的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们里面 前后啊,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还有这边都有手写这个秧啊 都有龙泡蓬大师傅自己亲手写的这个秧啊 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呢 他已经就起伏加持过了 那么他起伏加持过之后呢 他并没有直接拿出来 给大家去供请 而是呢,他放在了他的身边 他放在了他的身边 继续的加持 而且存放了一段时间 再继续的加持 直到去年 也就是二、五、六、五年的时候呢 他才开始拿出来 才开始拿出来给大家供请 真的,他说了很久 那么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是第二个 啊,看一下前面先 看一下他的整个整个用料 哎呦 看一下看一下 108种的草药散进去啊 三猪牙三猪牙 可以看到这两边都有他写的这样的一个样 来来来看一下背面 背面还有一个 背面还有他写的样 真的是啊 非常非常的好料啊 非常的好料 那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三猪脚啊 这个三猪脚啊 三猪牙 哈哈 我老是要跟你们 讲成三猪脚肌 这个是三猪牙啊 野猪的那个牙啊 不好意思 我一直要跟你们 我一直要跟你们讲那个脚 那么三猪 三猪的牙啊 它这个呢 是一个猛兽类的牙 三猪是非常凶猛的这样的一个神兽啊 之谷呢 都有体力 都有非常强的那样的一个体力啊 象征着在泰国的坐着当中非常的富有 即使佩戴跟三猪相关的生物呢 都是可以的 照古人相信凶猛就是利 象征在泰国呢 是在代表着财富 可以上四四四 不仅可以排除一些邪税 而且可以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真的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佩戴 三猪牙呢 是传统的习俗 除了一些独特的装饰之外呢 它是原始性 原始性的给人一种非常野性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 三猪牙呢 在原住民呢 可有着刀牵不入啊 可受到庇护的这样的一个神力 百战百世 所向无敌 三猪牙的功能呢 也很特别 即使遇到高手 我们也不用怕 嗯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去除这样子 非常好 拥有自然自力 佩戴在身上呢 可以避邪 可以呢 能够有非常好 非常好的招财 非常非常强的招 横财 能够 就是 斩腰除魔那种啊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惹我的那种啊 就是很神奇啊 还有一些避邪避鬼啊 这样子 能够呢 避官妃 还能避小人 能够让佩戴者呢 无需摧灰之力 就能够 祈求到三种啊 都能够祈求到三种啊 三参啊 三参还能够 帮助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威望啊 这叫三猪 这叫三猪疗羊啊 三猪的疗羊啊 我一直一直一直讲成讲啊 三猪的疗羊 然后最主要是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么三猪疗羊呢 就给你们讲了 刚才也讲的可以拿来避邪啊 在当地的年人们当中呢 都相信他就是三猪身上最为坚固的 就是牙齿 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哦 不仅可以避邪啊 可以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一切 在以前很多那种原著 原著人民都有佩戴三猪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 除了是独特这样的一个装饰呢 那么自然也是属于自然 粗犷豪放给佩戴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权威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就是我能够拿到三猪牙了啊 这样子给自己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威望 就是避邪啊 还有党灾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是龙婆彭大师傅的头帮 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而且呢 那三猪呢 他的威望非常的大 像比如射杀也比较难去杀死他 任何武器呢 对于他来讲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啊 我跟你们说 就连他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顽强 也很长命 就连老虎老虎看到都得怕他 我们拥有三猪牙的人永远不会受到武器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必想提升权威 所有妖魔鬼怪我跟你讲都不敢靠近啊 龙婆彭的山猪牙真的你们非常非常值得你们拥有啊 记得帮忙想